每日确诊人数都是以三位数起跳 而在昨天单日新增483起确诊 全国累计来到了6767例 死亡人数也来到了46人 除了多家疗养机构群聚感染 大丘更出现了有公寓46人集体确诊 首度下令封锁公寓集中隔离 除严防疫情加速扩散 大丘这处社会住宅提供35岁以下的女性居住 却因为经常出现集体感染被封锁管制人员出入 公寓142位居民中有46人确诊 目前全栋公寓已经全部封锁实行集中隔离 这也是南韩爆发疫情以来首次有公寓遭到集体隔离 而根据大丘官方调查发现 这栋公寓住户有94人是新天地信徒 而在大丘市内竟然还有1700多位新天地确诊者 坚持要住单人房拒绝配合隔离 甚至还有信徒躲避或拒绝接受病毒检测 大丘市长忍不住痛批就对控制疫情根本崩倒忙 而同样确诊数暴增的沁北地区 则是接连出现疗养院群聚感染 因为多家疗养院或医院都发生严重群聚感染 近北当局下令将区域内580多个机构 全进行集体隔离 严防疫情再恶化 此外民众为了防疫抢购口罩 排队人龙宛如贪食蛇 如今去传出有口罩业者不满政府的合约太苛刻 收购单价太低简直赔钱生产 养燃药停产 南韩不仅内忧不断 对外也被超过100个国家限制入境 尤其是从日本寄出旅游禁令 南韩立刻宣布反制 同样取消对日旅游免签等措施 似乎又将上演一场日韩大战 谢谢孙女方 综合报道